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他还在Stanford就读英国文学研究所的时候 他的论文指导教授J.Flegelman 以要为女学生介绍他的住所藏书为名 邀请女学生到他的住处参观 结果在过程中这名教授对他伸出闲珠手 还亲吻了女学生 女学生说他当下呆住了 不知道要如何反应 之后这名教授又再度邀请他到家中 女学生说这名教授手握权力 可以决定他的未来 他的论文需要由这名教授指导通过 他未来的工作也需要这名教授推荐 他很担心和教授对抗会影响未来的前途 所以他明知危险仍旧再度赴约 果然这名教授对他再度伸出狼爪 对他性侵害得逞 之后又对他性侵多次 直到女学生受不了了 想要解脱 告知教授说他是同性恋者 教授才终于不再纠缠 女学生决定对校方举报 学校经过调查 发现他的指控属实 所以下令教授停止两年 但是两年之后 这名教授回到校园继续执教 一直到2007年因病过世 得年58岁 Stanford校方还大大的表扬了 这个教授的学术成就 性侵害学生的教授 只被停止两年 此后还备受推从 让受害女学生完全无法接受 所以他决定再度站出来 把当年的事再说一次 要求大家正视校园性侵害的严重性 他说当年当他出面指控这名教授的时候 也遭到许多学生的攻击 有学生受惠于这名教授 对教授推崇被制 他为了证明自己受害 走过了一段非常艰辛的路 现在看到性侵犯 在死后还得到了世人的包扬 让他受到二度伤害 他说一直到现在 他只要一想到当年被教授性侵害的遭遇 就无法入眠 这些事件已经对他的人生 造成永久性的伤害 他要求Stanford校方 撤销对这名教授死后的推崇 还给他一个公道 感谢收看 我们下次见